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鎖定俄乌週年 站不停特別報導 我是秦琳謙 從2022年的2月24號 俄乌戰爭開打以來 俄羅斯就一路的大舉占領 原本俄軍兵分十路的入侵 我們帶您來看看 外界以為烏克蘭大概撐個兩天之內 就會瓦解 不過從地圖可以看到 這橘黃色跟紅色的區域 是被俄羅斯占領的烏克蘭領土 不過烏克蘭堅持不放棄 不但守住了首都基辅 還在這一年當中陸續收復了 超過4萬平方公里的濕土 也就是我們看到的藍色區域 那麼相當於1.3個台灣這麼大 但是戰爭還沒有結束 包括烏冬的盾內斯克盧甘斯克 依舊戰勢激烈 另外還有數以千計的俄羅斯的軍力 正長時間的圍攻具有戰略意義的 烏克蘭東南部港口城市 馬里烏波爾 至於原本已經被烏克蘭收復的 南部大臣赫爾松 則是又在被俄軍空襲 去年2月24日 烏克蘭剛過午夜 這一程爆炸粉碎 歐陸70多年的和平紀元 破曉前俄軍的地面主力大舉跨境 距離基辅只有2000的路程 二軍急著速戰速決 認為一旦躲下基辅 烏國政權就會迅速瓦解 出乎意料的是 48小時的斬首行動 變成一個月的送頭之旅 俄軍最後狼狽撤出勿國北部 首都基辅守住了 但是戰爭的血腥帷幕 才剛拉開一角 2月底亞素海岸的要塞 馬里烏波爾爆發本世紀 最慘烈的围城站 超過2000名烏軍被圍困在 亞素鋼鐵廠退無可退 烏軍拒絕投降 死守長達82天 壯烈犧牲者不計其数 宛如八百壯士的現代翻版 無奈孤軍無力回天 5月下旬最後一批守軍 開城投降 幸存的士兵輪為戰俘 俄軍宣告占領馬里烏波爾 在俄軍的空襲之下 馬里烏波爾劇院成為難民的 大型墳場 眼看烏克蘭覆滅只是時間早晚 然而命運卻崩潰路轉 美國援助的海馬斯飛彈系統 讓烏軍徹底扭轉烈士 海馬斯吹響了絕地反攻的號角 武軍在東部戰線突破 俄軍薄弱的側翼 俄軍中了吊虎離山記 放棄包圍哈爾科夫 節節敗退 射擊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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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處風聲的烏軍士氣大震 但最動人心弦的還是這一刻 澤倫斯基高唱國歌 宣告光復輪信八個月的赫爾松城 烏軍反攻大節收回第一座 中國州府籍的大城市 俄軍大意失禁舟 吞下開戰以來最恥辱的大撤退 俄軍拉著烏國百姓一起陪葬 復仇之火從天而降 我們在工作上 我們也看到烏克蘭的煙霜 他們都掉了 這是一個延避的震撼 俄軍對烏克蘭全境發動 超過四個月的反戶空襲濫炸 癱瘓能源設施跟後勤經濟 四千萬烏國百姓在沒電沒暖的寒冬中 苦苦掙扎 俄軍徵召三十萬大軍投入戰場 重整旗鼓擋下烏軍的攻勢 長達半年的激烈爭奪之下 巴赫姆特小鎮飽受摧殘 被炸到只剩焦土跟廢墟 今天 巴赫姆特是一個最危險的地方 俄軍派出殘暴的瓦格納用兵團 發動堆尸戰術 不寄代價消耗烏軍的寶貴戰力 尖管付出慘痛的代價 烏軍人宣稱解放超過四萬七千平方公里的尸土 面積相當於1.3個臺灣 但要徹底把俄軍趕出家園 烏軍有兩條活路可走 另一條則是從渣波羅熱往南突襲 人而面對俄軍春季總攻破境 烏軍有勝算嗎 其他國家對於烏克蘭的軍援 就是可以協助烏克蘭軍 在戰場上發揮很大的作用 戰術的優勢 也就是開創出戰略上的優勢 齊防各國的奧援就是烏國保全續戰力的關鍵 365天遇寫奮戰 烏克蘭人依舊屹立不搖 苦苦等待光榮凱旋的那一天 所以這場戰爭打了一整年 我們也用數字帶您來看 無情戰爭所付出的慘痛代價 根據挪威軍方估計 大約已經有10萬名的烏克蘭士兵 在這場戰爭當中傷亡 而俄羅斯這邊已經有18萬名的士兵死傷 再來歷經一年的炮火猛烈轟擊之下 則已經超過了有15萬人失蹤了 而另外無家可歸的部分 有1360萬人 人數相當的多 建築物毀損的部分 更多達了13萬棟 更不用說財務損失了 多達3500億美元 可以說雙方損失都相當慘重 他們可能是烏惡戰火下最忙碌的一群人 卻也是最危險的 這場戰爭已經打了一年 光是烏克蘭可能就有超過10萬軍人死傷 至於俄羅斯這邊 英國國防部認為去年7月以後 單日平均死亡人數節節攀升 儘管估計死傷人數有落差 但各界普遍認為俄羅斯戰損恐怕遠遠超過烏克蘭 只是炮彈不長眼 戰場上犧牲的當然不只官兵而已 宮殿休息被毀 烏克蘭到處停電 醫生們只能摸黑搶救 更何況俄羅斯的炮彈往往鎖定正常 政府機關而來 根據烏克蘭內政部統計 開戰以來烏克蘭各地 已經有超過900間醫院 遭到俄軍炮火摧毀 種族滅絕還發生在俄軍佔領過的城市 去年3月中旬以後 烏克蘭平民死亡人數激增 這是因為吉府近郊的不查證 被發現失衡遍野 撤退後的俄軍改用飛彈轟炸 也讓烏克蘭的大街小巷 隨時可能陷入危機 開戰至今 烏克蘭已經有13萬棟房屋全毀 還有將近19萬輛車輛受損 美國推估烏克蘭有四萬平民死於戰火 這數字當然遠高於聯合國確認的 七千到一萬八千人 只是烏克蘭人恐懼的 又旗子俄軍的炮彈 讓烏克蘭媽媽們後悔的是 是來自俄羅斯撤離為民的綁架 烏克蘭內部調查 開戰以來恐怕已經有超過一萬兩千名烏克蘭兒童被俄羅斯人帶走 儘管有非政府組織想辦法從波蘭進入俄羅斯國內營救 但能成功找回來的烏克蘭孩子 只是少數中的少數 別忘了 烏克蘭還一度有一千七百萬人 自願選擇遠走他鄉 這場戰亂讓無數烏克蘭人 只能茫然面對未來 不過他們也明白 敵人不是俄軍 而是名為普京的惡意 我們撕下這個七個月的惡意 我們撕下他的腿 對普京的惡意 我感覺到普京的惡意 我想要撕下他 我生活了七十年 但我從來沒有看到這種怪物 世界是如此殘酷 不過只要活下去 就能知道他的美麗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這場俄烏戰爭到底有沒有機會在二零二三畫下據點呢 色號戰綿綿無絕期 專家持不同的看法 但是經濟學人雜誌就分析了 想結束烏俄戰爭有五大的關鍵要素需要滿足 而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烏克蘭的戰場優勢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因此在戰爭期間 頻頻奔走美國 英國 法國 而且出席歐盟峰會 也成功的獲得了西方的援助 至少三百多輛的重型坦克 不過普京是否會因為怕輸而動用核武 其實到現在可能性都還無法排除 俄烏戰爭打滿一年 烏克蘭在戰場上握有的西方武器越來越多 從初期的M777 流彈炮 到海馬茲 多管火箭 多虧這些軍援烏克蘭在去年9月到11月期間 打出一波大反攻 先後收復哈爾科夫和赫爾蘇 只是想完全打退俄軍武器恐怕還不夠 為了說服西方加碼軍援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去年12月和今年2月 千里迢迢迢訪問美英法三國 並出席在比利時的歐盟峰會 這之後美國也點頭提供 關鍵的愛國者防空系統 還有M1艾布蘭坦克車 就連先前一度猶豫不決的德國 都跟著硬起來提供暴二駐戰坦克 這些武器主要為了防範二軍趁春天擴大進攻 因為一年以前 俄羅斯可是企圖發動閃電戰從十路包夾首都 但這場基辅戰役最終成了俄軍的恥辱 俄羅斯沒有準備好水、食物和油 殘滅的路和英國的抵抗 把敵人的敵人移動到一時 他們失去食物 俄軍撤出基辅周圍後 戰況轉區低名 去年四月烏克蘭一舉集成黑海旗艦莫斯科號 七月收復蛇島 九月烏克蘭開始大反攻奪回哈爾科夫 十月再炸克里尼亞大橋 隔月收復赫爾松 不過俄羅斯仍堅持站下去 還大舉徵兵三十萬人 嚇得異男們集體大逃亡 誇張場景連俄羅斯主播都忍不住吐槽 烏克蘭如今懷疑 當初的徵兵三十萬實際人數恐怕高達五十萬人 分析普欣在新的一年 絕不接受再丟失這些地方 現在對於俄羅斯來說的話 最底線他要去達成的戰略目標 就是要去確保住克里尼亞 在烏南這個地方 至少不能夠被打回到這個克里尼亞 那在烏東這裡的話 他至少要去維持住 盧甘斯克和頓尼斯特 相對之下烏克蘭則希望進一步 朝盧甘斯克的克爾米納推進 而就戰術上來看 俄羅斯雙方也看得出明顯差別 二軍前線不只缺乏主動 還碰上普京正前換將犯下兵家大忌 只是烏克蘭去年喊話想在今年春天 結束戰爭的想法 恐怕沒這麼容易實現 經濟學人雜誌分析 想終結二無戰爭有五大關鍵要素 分別是烏克蘭保持戰場優勢 西方國家堅定支持 還有繼續鼓勵俄羅斯 只是面對戰爭拉長 各國壓力變大 仍得設法讓兩國上談判桌 要不然就是俄羅斯內部發生某種改變 才有機會逼普京收手 烏克蘭其餘挑戰 還有人缺乏足夠的裝甲部隊做戰果擴張 各種西方軍員訓練上也要時間 俄羅斯也因為一年來的戰爭消耗難以重演 去年的三面包夾 但確實有可能繼續從北牽制烏軍 受國際制裁影響 俄羅斯各地已不見知名企業品牌logo 如今俄國持續面臨戰爭釀成的勞動力短缺 還有油氣收入降低 二零二三年預算赤字只會再擴大 金錢不超過 不像川普總統說的 我認為他明白這比其他人更好 隨著俄羅斯戰爭短期內毫無停止跡象 衡量人類距離世界末日有多遠的指標 末日中又被調快了10秒 專家不諱言 主要原因就是俄羅斯戰爭 不過普清小老弟車程自治共和國領導卡德羅夫 信心滿滿 最近還斷言西方最後將跪地求饒 在年底結束戰爭 但真是如此嗎 宛如一場複雜棋局的俄羅斯戰 已被定義成民主對抗獨裁的戰鬥 但整個西方國家面對的人是 礙下險棋的普清 究竟如何拿捏軍員力道又不擴大戰爭 繼續考驗各國領導人的智慧 紀錄新聞 綜合報導 過去這一年 全世界曝光率最高的兩位國家領袖 當屬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還有就是俄羅斯總統普清了 巧合的是 其實這兩個人的名字都是弗拉迪米爾 不過一位是演員出身 一位則是前情報頭子 當戰爭開打 兩個人也用完全不同的風格 來帶領自己的國家 只是一年下來 澤倫斯基給人的是暫時領袖的形象 倒是普清 他卻成為了一位越來越孤單的總統 2019年底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和俄羅斯總統普清 兩人在巴黎第一次面對面 澤倫斯基坐下後先喝口水 又轉過身點頭微笑打招呼 就像一隻好奇的小白兔 反觀經驗老道的普清面無表情 不動無山 但兩年後 兩位弗拉迪米爾 卻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盯著鏡頭宣布開戰 普清先發智人 樹立強人形象 兩位元首的公關戰可不是先搶先贏 澤倫斯基第一時間和高級官員們自拍影片 別忘了當上總統前 澤倫斯基本業可是一名演員 演戲配音 甚至跳舞 面對鏡頭早就不陌生 澤倫斯基沒選擇逃出國 還說出名言 戰場就在這兒 我需要的是彈藥 不是搭便車 站上基辅街頭信心喊話 9月去哈爾科夫 11月賀爾松 12月更踏進巴赫穆特 澤倫斯基親赴前線 一身軍綠色素上衣 彷彿告訴國民 烏克蘭上下一條心 對內穩定民心對外也很有一套 平凡接受外媒專訪 國際記者會特別辦在地鐵站營造臨場感 更透過視訊鏡頭 巡迴全球演講 請求軍事援助 從剛開戰的刺針飛彈 彈簧刀無人機 一路到海馬斯多管火箭 愛國者飛彈 坦克車甚至敢開口要戰機 我會屈曲呈求 很多時候靠的都是個人魅力 时而感性 时而威严 还不忘幽默 斯林斯基知道 吸引注意力就是最好的武器 西方元首一个个不得不表态 不得不帮忙 从不被看好的演员总统 到获选时代杂志年度风雨人物的战时领袖 反观二十年政坛老手普京 一开始就不走泽伦斯基的清明路线 永远的西装领带驯化口吻 和谁见面先隔个四公尺再说 甚至跑到靶场作秀开枪 忙着塑造高不可攀的皇帝形象 但战争越拖越久 普京也渐渐不耐烦 欲赏州的闪电战变成看不到尽头的消耗战 普京眼里西方每次帮助乌克兰都是公然挑衅 固独身影 汉泽伦斯基不断往外交朋友形成强烈对比 也暴露强人政治 一人独大就怕容易打错算盘 离现实越来越远 两位总统用完全不同的风格带领国家作战 一年过去了命运交错 有人当上风云人物 有人却成了冷血的独裁者 他们都相信自己能拿下最终胜利 谁能笑到最后未完待续 这场俄乌战争也成为了2022全球最大的黑天鹅 冲击了世界经济 造成了能源以及粮食的短缺 也推升了就是全球通膨的压力 造成了价格飙涨 那么欧洲也被迫必须要改变他们的粮食 以及能源的供应需求 这可能影响到的就是跟美国之间角力的平衡 另外一方面 欧美各国为了要支援乌克兰的这些军援需求 必须要重启军武重工业 所以国防预算也再度升高 尽管短期内可能刺激经济 但是长期来看 在战争的阴霾之下 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速持续的放缓 恐怕难以摆脱通膨 所以前景可能也不会太乐观 乌尔战争对我们的最大冲击 不是远方的欧洲和平幻灭 而是 就发生在你我生活中的万物接掌 不止台湾 从法国的面包师傅 到英国的医护 全都上街抗争 生活被通膨逼到快过不下去 欧洲过去一年的关键字 通膨绝对是大家的痛 欧盟2023年1月通膨率是8.5% 尽管已经从去年10月的10.6%高点回落 但是和一年前还没开战时的5.1%相比还是高得多 物价涨幅失控就是因为乌厄两国拥有两大资源 拥有世界粮仓美日的乌克兰 过去产出的粮食足以喂养全球4亿人 开战之前每个月出口650万吨 开战以后全年出口量不到往年的一半 泽文斯基批评普清制造世界级的饥荒有如现代暴君 股类供不应求价格飞涨 以面包消耗大国土耳其来说 涨价至少七成 但是业者也说根本没赚头 各国能源成本都上涨 开战之前国际油价美桶约在75到90美元区间 开战之后涨破百美元 而在去年3月8号更涨至美桶123.7美元的高点 对欧洲而言这更代表了 常年依靠俄罗斯的能源结构 必须改变 欧盟向俄罗斯购买的原油和天然气 总额超过1350亿欧元 俄气的进口比例超过四成 现在说要降到15%以下 改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 欧盟在去年8月先进俄罗斯煤炭进口 12月G7国家再对俄罗斯的海运原油 祭出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 俄罗斯石油虽然不买欧美 但是印度 中国大陆 缅甸 中亚国家都是买家 还可以用大陆的人民币和印度卢布来结算 这让俄罗斯经济没有出现断崖式的崩解 普清洋洋得意地宣布 俄罗斯2022的GDP只萎缩了2.5% 打脸一票看衰言论 确实俄罗斯内部分围在克里姆银宫控制之下 马照跑 舞照跳 只要俄罗斯的经济不受影响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整个大宗是沉默的 像是战争爆发初期 欧美连锁品牌麦当劳 可口可乐等等 接连撤出俄罗斯后 没有消失 而是改由当地的商家接手 但是数据真的能反映现实吗 GDP的计算方式没有考量到其他战争的成本 比方说生命的损失 战争对整体的那种商业环境它是不利的 人们预期你的收入会下降 那你的消费也是会下降 这些可能都没有办法在当年度的GDP里面看到 这场战争的不确定性 更让今年全球经济向在走钢索 但可以肯定的是 俄乌战争引发的经济冲击 正在改变欧洲的政治光谱 经济环境不好 进一步激化了欧洲的这种民粹政治 乃至于像瑞典的民主党 以及意大利的兄弟党 民粹主义的政党 它就会更加强调国家的自主性 而它会对于欧洲整体的这种经济政策 会有更多的抗拒 右派再起 欧美各国为求自保 纷纷提升国防预算 在团结抗恶的战争迷雾当中 努力保住 经济活水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战争还在持续着 面对被俄罗斯炮火袭击下的残破家园 乌克兰想要提到重建 这条路未来还很遥远 而且漫长 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日前 曾经在柏林会议上提出了 所谓的新马歇尔计划 就是希望将战后的乌克兰 能够建立成为欧洲大陆主要的 绿色能源出口国 世界银行评估 乌克兰重建的经费 耗资至少需要3490亿美元 另外泽伦斯基也希望 藉由加快进入欧盟跟北约 来帮助重建 但是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 恐怕还面临着几大的障碍 包括所有加入北约的国家 都必须要有相对的一些条件 但是乌克兰的条件并没有达标 恐怕难以获得所有签约国的支持 再来就是北约国家 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军援 他们认为现在没有加入 北约的紧急必要性 还有在战争期间 加入北约 反倒容易使得战事扩大 另外就是申请加入欧盟 同样遇到挑战 数不尽的心碎 和掉不完的眼泪 最可怕的还有 没完没了的猛烈轰炸 俄乌战争打满一年 乌克兰各地搜集来的炮弹残骸 却还在增加 哈尔科夫的炮弹坟场 还只是冰山一角 现场武器种类却已多到吓人 乌克兰农地上满布秘密麻麻蛋坑 短期内根本无法跟作 不止农民受害 许多乌冬孩子 也无法好好上学 看不大多时间 人待在地下室 有时连远距上课都陷入困难 一年下来 俄罗斯无所不轰 多次锁定医院和幼稚园攻击 但伤害最大的 莫过于锁定能源设施 乌克兰去年7月曾估算 全国至少有上千间教育机构 上百间医院和数千公里的 天然气管道 公路 铁路被毁 重建费恐怕上看7500亿美元 折合台币高达22兆 这个天价金额 其实已超过二战后 马歇尔计划的重建费 当时这个计划 分四个财政年度 援助欧洲十六国 当时总花费约130亿美元 若考虑通膨 则相当现在的1300亿美元 仍远低于乌克兰所需的费用 为后续重建铺路 乌克兰破天荒 在战争期间 获选欧盟候选国地位 只是想晋升正式成员 谈何容易 像北马其顿就等了十多年 还踏不进欧盟大门 在这之前乌克兰得赢得更多欧美盟友的信任 如何洗刷内部贪污腐败 和寡头干政的乱象 成为重中之重 要看他的领导成立乌克兰 能不能把这个乌克兰走向一个 比较是中央主控的 就是中央政府主控的一个政体 否则的话 这些寡头各自为自己的利益 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来着想的话 那你这个重建的话 就不太可能成功 泽伦斯基为了展现诚意 近期大举苏滩 突袭寡头住所 这个举动不止获得欧盟赞赏 美国不久后也宣布 要将没收来的俄国寡头资金 提供给乌克兰重建 除了想挤进欧盟大门 乌克兰最迫切的还是想加入北约 只是专家认为短期内机会仍不高 基本上欧洲国家嘴巴奖说让他进 但是还是怕 因为乌克兰一旦变成NATO的会员国的话 那就变成的是NATO 也就是欧洲是跟俄罗斯直接的对打 这个欧洲目前来讲 对 巴奖奖援助也就援助 援助的原因就希望 这个战事就在乌克兰结束了 乌克兰重建之路还很漫长 哈尔科富有名宅 过了将近一年才开始拆除 居民因此又悲从中来 乌国需要翻版的马歇尔计划 重建之路也需要历经三个阶段 从修复民生基础设施 到打造临时住房和学校 最后才是着手改造 乌克兰经济 华府智库CSIS认为 乌克兰的数位 能源和农业三大领域 还是充满潜力 表示只要计划 乌克兰就能像当年走过 二战的西欧一样从谷底翻身 只是说到底还是要尽快结束战争 除了实体重建 协助抚平儿童心理创伤 也是挑战之一 因为只有下一代内心更加坚强 才能迎来更有希望的未来 预备新闻 综合报道 这场战争也颠覆了 全球地缘政治面貌的转变 那么乌克兰跟俄罗斯 背后支持的国家 也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 其实各自有围绕着 他们阵营的这个不同国家 态度也越去的明显 其实美国总统拜登在俄乌战争 满周年的前夕 闪电造访基辅 支持乌克兰的态度就不言可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更在会见大陆最高外交官员的时候 向对方告诫 不要对俄罗斯提供杀伤力援助 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大陆 对于俄乌情势的态度 一直相当低调暧昧 普京找习近平 泽文斯基找拜登 乌尔战争打得难以喘息 两位领导人却都还挤出空档拼外交 就是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一场仗要赢 少不了外交全谋角力 今天 I'm announcing the next tranche of our security assistance in Ukraine 1.85 billion dollar package 泽文斯基在白宫肩并肩地和美国总统拜登 站在一起的这一幕 巩固了乌克兰最主要的军援来源 The key right now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stall Russia's forward momentum on the battlefield and in order to do that Ukraine needs additional types of weapons and systems 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 乌克兰需要更多元化的武器供应 才能够边收复尸土边打退俄军 确实美国军援的实质内容 开战至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一开始送标枪刺针反坦克飞弹 到现在 抗俄神器海马斯已经成了基本标配 之前说不考虑给的 爱国者防空系统 M1爱布兰坦克 美国为什么全都给了 经过了几乎一年 美国也看到乌克兰第一个 它的战略纵深够大 而且呢 再来它的这个军事的抵抗力 意志够强 美国再加上了解了 普京台目前看起来 并没有使用核武的打算 所以我们只看到美国确实实言逐渐加大 对于这些乌克兰的这些军援 但是另外一方面 说是在战争扩大 甚至是误判擦枪走火的风险 也跟着加大 战事越拖 军援力道越大 误判的风险也跟着升高 明知如此 但是在刚落幕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欧盟和美国的最高层级外交官 都喊军援不能断 要向俄罗斯证明 欧美这一次不会分裂 普京并吞的计谋 不会一拖成现实 尽管俄罗斯今年没有受邀出席 倒是俄罗斯的盟友 中国大陆出手了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先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见面破冰 过去一年 中国大陆对乌俄议题的闷不吭声 突然要转向了吗 你是典型的 你正在用一般西方媒体的问问方法 用了这句叫逃争 中国正在专业的情况下 我们叫上所有的旁边 继续拒续拒续 阻止状态的状态 从开战之初 北京就不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但是也没有表态支持 普京在开战前二十天 还借着参加东奥开幕式的机会 来一场普席会 不过当时说的中俄友好无上限 开战后就变了调 过去一年中国大陆对俄罗斯的支持表面上不冷不热 但实际的互动并不能算少 包含去年九月在乌兹别克的普席实体会谈 十二月习近平又在北京钓鱼台宾馆 见了普京的心腹梅德维杰夫 而月底的视讯会议 普京就邀请习近平在2023春天出访莫斯科 而且都是由俄罗斯掀放消息 如果你从西方向来看 他希望的是 更多可能是想说 中俄是站在一起的那种影响 可是我不认为 习近平他会轻易地放弃 过去年国的巨派和战略 俄罗斯的积极拉拢 中国大陆不是没感觉 只是在等待不对的时机 王毅在此趟欧洲行表示 中国要针对乌俄危机提出政治解决之道 沉默了一年 现在却说有解方 为的是哪一桩 中国大概有疫情之后 极力致力建构大国外交的 一个动向是非常清楚的 中国这个时候介入进去 或许能够促成 俄乌之间的和谈的可能性 这个时候它可能可以达到 一个所收割的效果 习近平抢夺大国外交话语权 想要代表非美联盟调停俄乌危机 但这对已经投入 大把财力武器的美国来说 恐怕不能轻易让步 尤其是准备拼2024连任的拜登 抗俄抗中就是他的外交成绩单 拜登虽然说他知道 他真正胜选的关键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国内问题 但是乌克兰的问题 他或许会变成美国的反对党 拿来攻击拜登政府 对这些所谓极权政府软弱的一个 非常主要的工具 也因此在俄乌冲突陷入僵局之际 北约美国都不忘回防印太 供固抗中连线 全力阻止今日俄乌 明日台海的潜在危机 但是回归眼前 在促成乌克兰和平的这一段过程 恐怕是美中的大国地位攻防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希望和平的曙光赶快到来 我是秦林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